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加重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李卫华先生 在疫情期间开辟疫情日记专栏 让更多的观众了解疫情对世界经济 文化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冲击影响 关注美日国际最新动态 成为第一线新闻资讯 下面来看美南国际电视特评 会议休斯顿国际区百利大道和科武街交叉口 至爱立福社区中心已正式破土 赤资6000万美元兴建之多功能社区中心 将为国际区带来更多资多彩之文艺社区活动 早在6年之前 经过多任市议员及社区领袖之极力争取 终于在年前通过了市政府之2020年度预算 爱立福社区中心位于国际区公园内 占地近百英亩 多年来就市区人民休息和体育活动场地 但一年久失修 建筑物及设备早已成就不堪 早已不服使用 过去十年来 社区人士透过议会表达了争取重建之强烈意愿 最终总算得到市议会及市长之同意 忠心才能在日前动工兴建 这座美轮美奂之建筑物除了周边之各种体育设施外 还有室内图书文化走廊 大小型集会厅 一应俱全 我们正在筹备一座时代走廊 将把近50年来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利坚共和国 誓此儒家的奋斗故事 铭刻在纪念碑上 以纪念他们对国家之贡献 我们下期见